据说发生车祸时加在两个胖子中间就能死里逃生 并且美国曾有辆警车在行刑途中发生了车祸 而坐在中间的犯人在两个胖子的缓冲下成功跃语 可现实中胖子的肥肉真能充当人肉气囊吗 为了验证这个说法是否扯淡 留言组决定先进行小型测试 于是亚当用聚碳酸值打造出一辆1比6的警车模型 然后将木头悬吊在钢架上做成了摆动锤 实验时释放摆锤就能达到卡车撞击的效果 而为了模拟胖子的缓冲作用 他们用皮革缝制了两个水袋子 最后亚当将加速度传感器安装在小型木偶身上 并让木偶以乘坐的姿态放置在模型车的后排 首先进行的是没有胖子的对比测试 当木锤击中小车的瞬间 人偶被巨大的冲击力撞的左摇右撞 而传感器侧的人偶受到的加速度达到150个距 接着警里将模拟胖子的水袋放在人偶两侧 然后进行了相同的测试 这次很明显人偶的摆动幅度小了很多 并且传感器显示撞击时承受的加速度为30个距 相比没有胖子缓冲的情况下减少了5分之4 显然水袋在撞击中起到了缓冲作用 可真实的车祸中胖子真有同样的效果吗 接下来留言组开始了大规模测试 如果这次实验成功的话 他们每人将被奖励一台汽车 但由于找不到合适的志愿者参加撞车实验 所以他们决定用海绵注水的方式来制作胖子模型 因为人身体中含有70%的水分 于是亚当将海绵裁剪成胖子的体型 然后他们在表面刷上一层防止渗漏的乳胶漆 以此来保留泡沫中的所有水分 而相比之下 模拟坐在中间的乘客就要简单很多了 他们直接用医学解剖模型进行代替 因为它有着和真人一样的身体结构 并且在实验前对它进行了X光扫描 以此来对比在有无胖子缓冲下的受伤情况 接下来他们弄来了留言中同款不要钱的两种车型 然后将模型假人固定在汽车的后排座椅上 而为了直观展现撞击力度的大小 专家在假人身上不同部位安装了加速度传感器 而首先进行的是没有胖子缓冲的对比测试 车内假人被撞击时情况到底如何呢 接下来他们继续开始了正式测试 据说发生车祸时胖子能充当人肉气囊 从而让加在中间的人幸存下来 可胖子真能起到这样的缓冲作用吗 为了验证这种做法是否可行 留言组决定制造一起大型车祸 首先进行的是没有胖子做缓冲的对比测试 车内假人被撞击时情况到底会如何呢 等车辆准备做好之后 经理启动卡车瞄准目标开始加速 然后以80公里的时速撞向了汽车侧面 并将汽车向前推出十几米远的距离 从高速相机可以看到 发生撞击的一瞬间 汽车就在巨大的冲击力下变得完全扭曲 此时传感器记录到假人胸部和头部 分别承受了540和620个G的加速度 进行了X光检查 结果发现整个脊椎出现了多处骨折 这要是哪个幸运而遭遇这种撞击 那一定会死得很惨 但如果是夹在两个胖子中间 情况又会不会不一样呢 接下来他们将两个做好的海绵模型 放在假人两侧 然后分别往里面灌满凯莉的洗澡水 以此来模拟300斤的胖子 可这样真能像气囊一样起到缓冲效果吗 如果这次实验成功的话 他们每人将被奖励一台汽车 现在点击左下角打开懂车底 通过车型对比功能就能找到适合自己的爱车 还能看到超多车主分享的真实成交价格和用车成本 同时也能帮助你更全面了解汽车知识 随着几米的一声令下 亚当驾驶卡车再次冲向了目标 然后以相同的速度撞击汽车 而当他们检查现场时却发现 车内的情况比之前还要糟糕 并且假人的头部已经断裂 同时传感器显示撞击时的加速度超过了800个G 这种情况下就算神仙附体也无力回天了 显然在车祸中胖子完全起不到缓冲作用 反而由于身体的不可压缩性 笨重的体型可能会让你死无全是 所以我们在乘坐汽车时 最好不要夹在两个胖子中间 据说在美国有位这样的传奇人物 他能在36米外用毛色步枪击中辅刃 并且还能将子弹劈成两半 可这究竟是他夸下的口骸 还是真有这样的可能呢 留言组为了验证子弹能否被斧头劈开 他们找到了留言中的同款毛色步枪 并决定亲自进行射击测试 但由于当时的枪支射准度不高 所以他们请来了拥有半年经验的射击专家进行培训 而经过一段时间练习之后 三人都能精准命中目标 可子弹击中斧头真的能一批两半吗 接下来他们将斧头固定在目标支架上 然后格兰测量出36米的射击距离 托瑞首当其冲第一个开始测试 但在第一枪时就直接托把 随后的第二枪更是偏的离谱 终于在重新调整之后 子弹成功击中了斧头 但并没有出现一分为二的情况 为了提高实验的成功率 他们将射击距离缩短到了原来的一半 紧接着轮到凯莉进行测试 尽管射击难度已经大大降低 但无一例外子弹都与斧头擦肩而过 这时格兰想到了更好的方式 他用砂带拖住了枪身 以此来提高射击的稳定性 可三枪下来也只是无限接近 始终无法精准命中 可见想要让子弹刚好击中斧刃 并不是件容易的事 这可把一旁的专家急坏了 于是他端着步枪开始瞄准 随着一声枪响 这次子弹终于击中了斧头 并在锋利的斧刃下被劈成了两半 尽管存在这样的可能性 但几乎没几个人有这样的好枪法 据说无人机的蒋液能割破人的喉咙 并且现实中我们经常看到无人机伤人的事件 可小孩子都爱玩的无人机 真能对人造成致命伤害吗 为了验证这个说法是否扯淡 留言组决定先进行小型测试 于是他们弄来一架不要钱的大江无人机 看一般民用无人机的蒋液具有多大杀伤力 在实验之前几米用转速一对飞机的蒋液进行了测速 结果就算在静止状态下的转速也超过了7500转每分钟 而叶片在全速运转时甚至能带动人体快速转圈 但叶片真的能切开人的脖子吗 接下来他们将拆下的一组蒋液固定在木棍上 然后启动电机对轻眼机进行了攻击 结果当叶片开始靠近时 肌肉瞬间就被切开了一道口子 可见飞速旋转的蒋液确实非常危险 但考虑到本次测试实验片是在固定情况下进行 而现实中无人机在撞击障碍物时会发生偏转 所以为了实验的严谨性 他们决定进行真人测试 但由于找不到自愿参加实验的志愿者 亚当只能用凝胶制作一个假人模型 同时他还在模型中加入了仿真动脉 而实验中一旦被无人机割破喉咙 喷射出来的蓝色液体就能模拟血花飞溅的效果 接下来他们在无风的试验场展开测试 并且将假人模型固定在支架上 然后仅理操控无人机冲了过去 可当蒋液接触脖子时却出现了弯曲 所以模型并没有受到任何伤害 于是他们升级了中型民用六轴无人机 而这种飞机无论是动力还是蒋液的牢固性都要更强 但等他们重复实验时还是出现了同样的情况 看来一般的无人机并不会对我们造成致命伤害 那究竟怎样的无人机才能割破我们的喉咙呢 最终他们借来了剧组定制的八轴飞行器 并且它的蒋液由碳纤维制成 所以在撞击障碍物时是不会出现弯曲的 可这次真能切开我们的脖子吗 如果实验成功的话 留言组每人将奖励一台汽车 打开懂车地 通过车型对比功能 就能快速找到适合自己的爱车 等一切准备做好之后 专家启动了飞机开始割喉 而当蒋液接触假人时 脖子瞬间被切开了一道口子 并且里面的蓝色血液飞溅了出来 虽然我们能接触到的民用无人机 并不会对我们造成致命伤害 但如果遇到这种大型定制无人机 我劝你还是尽快离远点 否则被切开紧动脉时肯定会有一点点疼 据说当我们遇到炸弹时 只要跳入水中就能毫发无伤 并且在很多电影中都有这样的情节 因为爆炸的杀伤力主要来自冲击波 而跳入水中就能阻断冲击波的传递 可这样的方法真的有用吗 留言组为了找到这个问题的答案 他们决定制造大爆炸来进行验证 但在正式实验之前 他们需要做个小型测试 看冲击波在空气中和水中有什么区别 于是他们来到了爆炸试验场 并计划用C4炸药来制造爆炸冲击波 同时为了量化单位剂量炸药的杀伤效果 他们将冲击波传感器按照一定间距依次排开 而这种传感器内部安装有压力膜片 一旦冲击波的压力大于76公斤每平方厘米 传感器膜片就会破碎 也就意味着这个距离内的冲击波会使人受伤 等专家将炸药安放在爆炸点之后 他们在防爆门后进行了引爆 而随后他们通过检查现场时发现 距离爆炸点三米内的传感器膜片全部破碎 有了这个数据之后 接下来他们需要对比这个距离下 冲击波在水中和空气中的杀伤力 于是亚当弄来一个透明水缸 并在里面灌满了凯莉的洗澡水 然后将一个压力传感器放置在水缸底部 而另一个则放置在水缸旁边 之后亚当在吊机的帮助下 将单位剂量炸药悬挂在传感器上方 同时保持与两个传感器距离多为三米 实验中一旦炸药被引爆 如果空气中的传感器膜片破损 而水中的完好 就说明流言属实 等一切准备就绪之后 专家再次引爆了炸药 这时水缸外的传感器膜片瞬间被冲破 而水缸里的仅仅出现了褶皱 这就意味着水确实能减小冲击波的杀伤力 但我们需要跳入多远的水中 才能保住小命吗 接下来他们开始了大规模实验 如果实验成功的话 流言组每人将奖励一台汽车 打开懂车地 通过车型对比功能 就能快速找到适合自己的爱车 据说如果我们遇到炸弹时 只要跳入水中就能避免冲击波的伤害 并且相传在贝鲁特港口特大爆炸中 有位摄影小哥就及时跳入了海水中 从而躲过了致命冲击波 流言组为了验证这个做法是否可行 于是亚当和吉米来到了一处小湖边 并决定分别使用50斤三种 不同烈度的爆炸物进行跳水逃生测试 首先他们用模板搭建了一个漂浮支架 以便将爆炸物固定在水面之上 而由于没有人愿意尝试充当逃生的志愿者 所以实验依旧使用压力传感器 来模拟人的伤亡状态 之后他们将传感器分成三种 分别固定在水上和水下不同距离的位置 最先测试的是50斤装的汽油炸弹 等一切准备做好之后 亚当在安全位置按下了引爆按钮 这是一团巨大的火球瞬间爆发 而之后通过检查他们发现 尽管爆炸看起来非常剧烈 但仅有距离爆炸点1.5米处的水上传感器发生了破裂 其他都完好无损 可见汽油弹爆炸并不会产生很强的冲击波 反倒是要考虑会不会被烧伤 接下来他们换成50斤威力更大的矮油炸药 而这种炸药产生的冲击波速度达到1200米每秒 但人在水中又能否逃过一劫呢 然而结果却让人大失所望 不管是水上还是水下 所有传感器膜片无疑幸免全部破裂 这就意味着如果遇到这样的爆炸 那我们只能等死了 最后他们用相同剂量的消化干油进行了测试 它产生的冲击波速度更是达到了2700米每秒 剧烈的爆炸下的两人虎蛆一阵 这次的威力明显比之前大了很多 然而尽管冲击波的杀伤力更强 水上的所有传感器膜片都被震碎 但水下距离15米处的两个传感器却依然完好 显然不同的爆炸物产生的冲击波不一样 如果大家遭遇不明爆炸物袭击 跳入水中可能是很好的逃生方法 据说用牙齿做的子弹可以杀人于无形 并且在变影消失的子弹中 凶手就用骨头代替了子弹 制造了几乎完美的今天悬案 因为牙齿击中目标后会变成无数碎片 从而让法医也无法找到任何证据 可这样的做法真的可行吗 留言组为了找到这个问题的答案 托瑞贡献了自己满嘴的獠牙 并决定打造三种不同的牙齿子弹 其中托瑞负责制作线弹枪子弹 而凯莉则要负责手枪子弹 同时格兰制作的是步枪子弹 由于牙齿最外层的牙幼稚是最坚硬的部分 凯莉认为应该保留这部分才能是牙齿子弹的威力最大化 于是她挑选出了合适大小的牙齿 然后原封不动塞进蛋壳中 并且用胶水进行固化 但不规则的牙齿外形并不符合空气动力学 这样就可能会导致子弹偏离弹道 而格兰的做法则要复杂很多 她对每颗牙齿都进行了仔细打磨 以便完美契合弹头的尺寸 同时为了保证子弹的稳定性 她另外又弄来一根新鲜的牛骨 并且一比一打磨出了骨头子弹 由于线弹枪的子弹结构特殊 她的弹壳中包含了许多细小弹丸 所以托瑞的做法是最简单的 她只需将自己的牙齿敲碎 然后装进弹壳中就大功告成了 经过几个小时的忙碌之后 三人的牙齿子弹全部完成 可这些子弹的威力到底怎么样呢 接下来他们开始了射击测试 看牙齿子弹是否能杀人于无形 而测试中他们将用不同枪支 对准自己的排位射击 首先测试的是凯莉的-38手枪子弹 等他们较准好弹道之后 托瑞在安全位置扣动了扳机 但由于没有打磨表面 牙齿明显偏离了射击路线 并且射程也只有6米 之后格兰换上了狙击步枪 并用自制的牙齿子弹进行了测试 但当他扣动扳机时 目标上却没有留下任何弹孔 这是因为步枪的威力是手枪的失败 导致牙齿在出膛之前就碎成了粉末 于是他又将备用的牛骨子弹装进了枪膛 虽然这次子弹发生了偏移 但相比凯莉的手枪子弹要好了很多 最后托瑞测试了自己的线弹枪子弹 而这次牙齿碎片不仅击中了目标 并且覆盖范围也和真的子弹一致 显然只有骨头步枪子弹和牙齿线弹枪子弹 才可能命中目标 但如果对着人体射击 它们又能造成多大的伤害呢 于是托瑞制作了弹道凝胶块来充当人体目标 一旦子弹穿透深度大于10厘米 则说明人会当场开戏 随着托瑞扣动线弹枪的扳机 牙齿碎片只穿透了凝胶5厘米深 这要是击中了评论区的某个粉丝 估计也只能是皮外伤 之后他们继续用步枪测试了牛骨子弹 虽然看上去这种子弹的伤害更大 但也只射入了5厘米 托瑞猜测可能是牛骨子弹的重量太小 才导致子弹动能不足以致命 于是他重新打造了一颗pro版的牛骨子弹 而当再次射击测试时 子弹射进了凝胶15厘米深 可如果人体受到这样的射击 法医又能否找到蛛丝马迹呢 但由于没有人愿意充当 本次实验的志愿者 所以他们只能搞来一头不要钱的二师兄 并将它倒挂在支架上来充当射击目标 因为猪的肌肉特性与人体基本相似 而首先测试的是牛骨步枪子弹 当格兰拉动开枪的绳索时 骨头子弹精准命中了二师兄的胸枪 并在体内形成了巨大的空洞 紧接着他们重新换了一头二师兄 然后用牙齿线弹枪子弹再次射击 虽然这次子弹的威力看上去并不大 但碎裂的牙齿几乎将二师兄打成了筛子 可法医又能否找到受害原因呢 下面他们将尸体送到了解剖室 而当法医见到牛骨子弹伤口时 他原本以为是刀具导致了二师兄死亡 但从心脏内的一小块骨头 可以断定这就是外来物体 直到将所有碎片拼接在一起 这才发现枪伤才是死亡的直接原因 而牙齿子弹的伤口则非常明显 并且法医很快就从体内取出了所有牙齿碎片 显然就算用牙齿或者骨头做成子弹 同样无法瞒天过海 所以大家千万不要尝试这种方法 据说用史可以当作燃料发射火箭 因为史中含有大量的碳水化合物 能在燃烧时释放巨大能量 可它真能让火箭一飞冲天吗 流言组为了验证这个说法是否扯淡 亚当和吉米决定亲自打造一枚大便火箭 而传统火箭结构有顶部的叶阳与底部的石蜡组成 当火箭点火时 液氧会通过中间的阀门与石蜡混合 从而燃烧产生推力让火箭飞向天空 实验中只需将燃料棒中的石蜡替换成大便 就能完成火箭的制作 于是吉米贡献出珍藏了大半年的奥利给 并将它平摊在地面进行晾晒 等完全干燥后再放入活面机研磨成粉末 最后加入氧化剂与粘合剂 这样就制作成了固体燃料主 但这样处理后的便便并不会有味道 不幸的话大家可以尝试一下 之后他们来到了航天发射中心 而在发射之前 他们在箭头位置安装了高度计 以便计算火箭的飞行数据 同时为了对比便便火箭与传统火箭的动力差距 他们决定首先发射一枚石蜡火箭 等一切准备就绪之后 亚当在安全位置按下了点火按钮 这时火箭迅速飞向了天空 然后在1369米的高度打开了降落伞 有了基本对比数据之后 他们又将便便火箭安装在发射架上 可它究竟能否成功发射呢 而当机理按下发射按钮的瞬间 火箭伴随着茉莉色的尾焰直冲营销 最终飞到了884米的高空 虽然大便火箭的发射效率比专用燃料低 但却增加了火箭的灵活性 因为在太空中 宇航员已经能将自己的尿液过滤后重新引用了 那如果还能把大便做成燃料发射火箭 说不定就能成为太空探索的未来 据说有个倒霉鬼跳伞时发生了意外 坠地时刚好砸在悄悄板上 然后将另一端的女孩弹射到七楼的天台上 并且女孩奇迹般存活了下来 为了验证这个说法是否扯淡 刘炎祖决定抓两个铁粉进行实验 但在之前他们先进行了小型测试 于是亚当制作了一个悄悄板模型 并用等比例的千球和人偶代替跳伞员和女孩 然后亚当在悄悄板上方三米高的位置释放了千球 这时人偶弹起的高度竟超过了千球的起始位置 显然女孩确实能被弹飞到七层楼的高度 但现实中情况又是如何呢 接下来留言组开始制作悄悄板 为了让悄悄板能承受巨大撞击力 吉米从起重机上找到了灵感 她将悄悄板做成V字形 而中间用铰链进行连接 同时两端则由钢索相互牵制 这样钢索就能承担大部分冲击力 但由于没有铁粉自愿充当志愿者 所以凯莉用凝胶制作了一个假人跳伞员 并且假人的身材体重与成人相当 格兰和托瑞则通过真人跳伞的方式 测得人体坠落的中端速度为196公里每小时 而这就等于跳伞员撞击悄悄板的速度 然而在实验中 他们无法让假人从高空以这个速度砸中悄悄板 于是格兰找来了蹦极用的橡皮筋 因为它的巨大弹性能让假人在短距离内加速 而经过测试他们发现 当橡皮筋的拉力达到975公斤时 假人的落地速度刚好为196公里 之后托瑞将女孩模型带到了实验现场 并且格兰在他身上粘贴了震荡感应贴 一旦感应贴发生断裂 则代表女孩当场开戏 等一切准备做好之后 他们启动机器开始将假人向上拉升 当拉力达到975公斤时 格兰按下了释放按钮 但假人只有上半身击中了悄悄板 导致女孩仅被弹飞到五层楼的高度 所以他们再次进行了实验 而这次假人精准命中了目标 并成功将女孩弹飞到13层楼的高度 虽然实验非常成功 但女孩却不可能存活 因为在被弹起的瞬间 她受到的加速度达到了42个G 而普通人最多也只能承受10个G的加速度 所以这个留言纯粹就是扯淡的